第1181章 如梦惊醒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明日 共有八场对决 分别是封神组第二轮的四场和败者组第三轮的四场 虽然早有准备 但看到对战榜上火破云的对手 阎神界所有人都是心头一尘 剑军传人 东玉四绳子之一 军西类 火破云脸色未变 但双手缓缓捏紧 沿绝海和火如猎对视一眼 他们都很清楚剑军传人和东玉四绳子是何等概念 在到来昼天界之前 他们在银血界还近距离接触过剑军师徒 军西类小小年纪 但内蕴的剑道气息 却让他们这两大神军都暗暗心惊 火破云绝无可能是他的对手 短暂的凝重后 火如猎却是眉头一梳 重拍了一下火破云的肩膀 笑着道 云儿 明日一战 竭尽全力即可 胜败已无关紧要 你能走到这一步 已是千百倍地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更为我们阎神界迎来了更古未有的荣光 所以 你无需再有任何压力 火破云缓缓点头 没有说话 云彻侧目看了火破云一眼 他很清楚 对火破云来说 真正的压力并不是来自阎神界 而是他自己 风神组第二场对战 终于迎来了首场东玉四神子之战 洛长生对战陆冷川 东玉四神子之战 无疑是东神玉年轻一辈最巅峰的对决 而看到风神组第三场的对战双方时 云车愣了一下 睡 略 一 他 居然没被淘汰 而且还在风神组 这是怎么回事啊 依然留在风神组的八人 其实力都可想而知 八人之中 洛长生 君熙泪 水映月 陆冷川这四神子 占据了半壁 梦断熙 朝风 都是神灵境九级 在御选战中 稳居前十的绝对强者 相比之下 火破云神灵境七级的旋力 在风神三十二子中 都处于绝对的下游 却依然还在风神组 已经可以说得上是异类 而在大部分人看来 最大的原因便是运气 毕竟他之前的两个对手 一个陆成渊上来 拖大被败的措手不及 连真正实力都来不及发挥 一个旋力垫底的洛长安 是躺着进了风神组 打败他 实在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事 而水映月 他为什么还在风神组 第一天的比赛 他弃战后直接离场 昨日之战 他更是位置赛场 所以完全不知道战况 今日之战 他在败者组对战榜上 没有看到水映月的名字 理所当然地以为他已被淘汰 毕竟 他虽然用了取巧的方法 入风神三十二子 但他本身的旋力 只有神灵境一级 会被第一时间淘汰 可谓再正常不过 完全无法理解 他非但没有被淘汰 居然还在明日风神组的对战榜上 冰云公主 水映月 她之前的比赛 是怎么胜的 云彻向木冰云问道 风神组八人中 四个神灵境十级 两个神灵境九级 火破云已经算个异类 神灵境一级的水映月 该不会有什么特殊的猫腻吧 木冰云道 水映月的确是凭自己的实力 留在风神组 虽然她旋力 只在神灵境初期 但实力却不可以常理度之 和你一样 云彻的实力 能远超旋力阶层 主因是 她身上拥有 独一无二的创世神传承 有着堪称 逆天的邪神玄脉 那水映月 又是凭借什么 至于她是如何战场对手 明日之战 你便可以亲眼看到 云彻再次一愣 木冰云这句话的意思 分明是在说 明日之战 她说不定还会胜 胜过神灵境九级的孟断西 你还是多注意 一下自己明天的对手 木冰云音调宁重道 败者组第三轮战的对战榜上 云彻一眼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第一场 神武界 五归克 神灵境八级 对战 银雪界 云彻 神洁境八级 五归克 云彻抬头 刚好对了上一道凶狠射来的目光 五归克就坐在神武界王武三尊的身侧 目光中有惊讶 但更多的是狠辣 毕竟 因帮助云彻作弊 他险些身败名裂 而惊讶于狠辣之余 还有着些许的心迹 云彻的手上 可是捏着两个他的大把柄 云彻撇开目光 滴雨道 还真是有缘啊 从云彻的脸上 木冰云没有寻到凝重的痕迹 滴雨道 对手是五归克的话 你有几分剩的把握 十分 没有半点的犹豫 云彻直接到 木冰云目光微压 随之提醒到 千万不要小看五归克 神武界的玄弓 及其刚猛霸道 也依然难以驾驭 而五归克年纪轻轻 不但驾轻就熟 还修炼到了很高境界 战力之上 要大大超过同级 他之所以落入败者组 还是被洛长生打下去的 随着今日封神之战的结束 已有十六人被淘汰 封神三十二子 便只剩下十六子 而谁也没有想到 这场战后 引发最大轰动和关注的名字 却是云彻 以神洁进八级的旋力 完胜神灵进六级的洛长安 还无视圣语界的庞大神威 将洛长安的羞辱 在封神台之上 百倍地反噬其身 无论前者还是后者 都让所有人为之动容 甚至惊骇 就连观战席上的各大星界强者 包括各大王界在内 也都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个结果 云彻自然料到 但他毫无理会 任由东神玉玄界 因他而掀起滔天巨浪 和无数猜测 他回到住处 坐在那个他曾安静一夜的水池旁 沉默惊心 由于有着封神之战期间 不经允许 不得打扰封神之子的规定 因血界和阎神界住处 都格外安静 否则 以云彻今日之表现 定然会有大量的拜访者 云彻 沐冰云雪不无声地走了过来 在云彻身前摊开掌心 这是昨日赛后发给你的十轮珠 每经过两轮对战 若未被淘汰 便会得到一颗 用来休养状态的十轮珠 昨日云彻虽是轮空 但也算是经过了两场 而未被淘汰 云彻拿过 谢冰云公主 沐冰云收回血手 你不准备用这枚十轮珠 调整状态吗 明日的对手 绝非洛长安可比 不用 云彻微笑道 和洛长安交手 基本没耗什么力气 而且 以他远溢常人的恢复能力 就算消耗大半 一夜之间也足以完全恢复 沐冰云目光微压 短暂犹豫后 还是问道 你现在的实力 大致在什么程度 云彻微摇头 我不知道 明日目睹风神组的四场交战后 我大概就会知道了 不过 战胜五归客 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从云彻身上 沐冰云感受到的 不是实力暴增 又完胜落长安后的自大 而是一种内心毫无波澜的笃定 而这种坦然与笃定 却是让沐冰云的眼神 变得格外复杂起来 他一开目光 忽然悠悠问道 云彻 看来 你并不清楚 你现在的力量 是谁给予你的 云彻一愣 不解得道 这个我在十轮结界中 炼化了乾坤五穷丹的药力 从而旋力大增 冰云公主的意思是 那你身上 为何会有你师尊的气血 沐冰云美眸缓缓辟起 心潮难平 乾坤五穷丹的药力太过猛烈 我自己的力量 根本无法炼化 所以 一直都是师尊在侧辅助 云彻回答道 心中更是疑惑 这一点 沐冰云没理由不知道 这么说来 你炼化乾坤五穷丹的过程 一直都是封闭外食 云彻点头 那枚乾坤五穷丹药力 比我预想的 还要猛烈数倍 我不敢有丝毫分心 而且即使如此 也依然显向还生 若不是师尊后来 将力量引入我体内 助我炼化 我很可能会有性命之位 将力量 引入你的体内 沐冰云的胸口重重起伏 他很轻地叹息一声 转过身躯 乾坤五穷丹 对神洁境之前的提升 的确很大 而你已入神洁 你真的以为 就凭一枚乾坤五穷丹 可以让你的修为 从神洁境初期 提升到神洁境后期 何况 你的悬脉 还远亦寻常 云彻缓缓地站了起来 却只看到 沐冰云的背影 虽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但乾坤五穷丹的 要力的话 的确有些不同 寻常 冰云公主 你的意思 难道师尊 在帮我炼化 要力的同时 还给我施加了 什么其他的秘法 沐冰云没有回答 而是轻轻说道 他没有告诉你 说明他不想让你知道 也不会想让任何人知道 所以 你无需再问 包括你师尊 也不要再问 云彻 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 沐冰云的声音 忽然变得忧冷 你对我 有救命大恩 我给予你任何报答 都是应该 但 你师尊 他从不亏欠你什么 他对你所有的好 都只是因为 他想对你好 你 永远不可以 做对不起他的事 沐冰云一向心若静水 他的声音从来都是平和如云 轻缓似舞 但 他此时说出的这番话 云彻竟然从中 听到了深深的冷意 云彻愣在那里 满脸茫然 而沐冰云的背影 已缓缓远去 然后消失在他的视线之中 安静之中 云彻一直挣了许久 沐冰云的话 绝对引着什么深意 而他依稀记得 两年前 自己被沐玄英从幻海岛 抓回引雪界 醒来后见到沐冰云时 他似乎 也是相似的语调 他的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云彻又坐回池边 眉头促起 很快 他闭上眼睛 开始努力回忆起 在十轮结界中 炼化乾坤五穷丹的过程 炼化乾坤五穷丹的时间 颇为漫长 炼化完成 他终于睁开眼睛时 十轮结界依然存在 但只剩薄薄的一层 显然已是消散的边缘 他不敢耽搁 又马上宁心融合冰皇少女 给予他的冰皇神魂 以他特殊的玄脉和灵魂 冰皇神魂的融合自然极快 不到三天便已完成 但他并不是自然醒来 而是被沐玄英喊醒 醒来之时 十轮结界已经消失 时间 已临近今日风神之战的开启 他被沐玄英 带至传颂玄阵 火速奔赴风神台 还险些迟到 整个过程 他要么封闭六时 要么巨神宁星 要么心急火燎 又哪有时间去细想什么 而此时 在疑惑之下 回忆起炼化乾坤五穷丹的过程 只是稍稍一想 他便察觉到了异样 在每次药力失控后 便会涌现的气息 明明是外来气息 却可以和自己的气息完美融合 之后每一次出现 都会比上一次弱上一分 最重要的 那股第一时间就感觉到的熟悉感 熟悉感 云车的记忆 忽然间回到了当年 在藏神火域 太古玄州之中 他为了不让重伤之下的沐玄英 被囚龙之邪所害 无奈逆道而行 将他煎污了十几次 而每次自发逆流至他的身体 让他旋利在一夜之间 从神缘境突破至神魂境的气息 云车忽如触电 一下子站了起来 双目久久发直 大脑更是一片混乱 不可能 怎么会 师尊他怎么会 本章完 第1182章 顺败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一日清晨 慕冰云来到庭院时 看到云车静立于池边 一身厚重沉露 显然一夜未眠 云车转过身来 牧师慕冰云 从他的眸光之中 慕冰云察觉到了什么 但 他却并没有将目光撇开 一如昨日般平和 而且 反而多了一丝坚定 兵云公主 我向你保证 绝不会做任何对不起师尊的事 云车有些突然地道 慕冰云正了一正 眼神无比复杂 他轻轻地道 你不需要向我保证什么 风神之战快开始了 我们走吧 今日的风神之战 将是十六强之间的角逐 毫无疑问 会比之前激烈精彩得多 慕冰云带起云车 一同飞往风神台 速度并不快 一路皆无言语 因慕悬音之事 两人之间的气氛 也不可避免地变得微妙 尤其慕冰云 他面对云车时的心境 已注定在无法回到从前 他无法接受 也无法理解慕悬音所作所为 两年前慕悬音的原谅 他勉强还可以接受 毕竟 云车的初衷 是为了救他 但这一次 究竟是为什么 云兄弟 冰云前辈 后方 在这时传来火破云的声音 慕冰云的身形一顿 血手一推 将浮在云车身上的力量收回 记得不要迟到 说完 他血影一晃 已在树里之外 云车 火破云孤身一人 很快来到云车身边 云车转身微笑道 破云兄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 你师尊他们呢 火破云解释道 昨夜师尊和严宗主 合力为我结下了灵火箭 让我以十轮珠在其中修炼 现在 他们正在收回灵火箭 而我的比赛在第一场 担心迟到 所以便让我先来了 他们随后应该很快就到 原来如此 云车点头 破云兄 你今天的对手是军西类 你有几分把握 这个 火破云苦笑一声 老实说 真的毫无把握 不过 虽然我没信心胜他 但他想要赢过我 也没那么容易 感觉到火破云 并没有被军西类的盛名吓到 反而斗志昂扬 云车也放下心来 笑着道 那是当然 话说 云兄弟 火破云的声音忽然小了下来 犹豫着问道 冰云前辈 为什么忽然丢下你走了 这不很正常吗 云车道 不是 火破云确实摇头 要是别的前辈 我一定不会觉得什么 但是 冰云前辈对待云兄弟 怎么说呢 根本不像是对待后辈弟子 一直都温柔的像是母亲 或是姐姐那样 至少我看到的是这样 还一直都好羡慕 所以 刚才 才会觉得奇怪 云车微正 不自然地侧过脸去 躲闪着目光 轻吐一口气 因为她是女人啊 火破云 这时 一道凛然异常的气息 从他们身上掠过 就如一把利剑 骤然划过他们的灵魂 云车和火破云 同时闪电般地回首 东方不远处 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少女 她一身圣雪白衣 绝色无双 后背负着一把青铜古剑 整个人如同从古老画卷中走出的神女 一双明眸本是极美 却透射着足以刺魂追破的寒光 剑军传人 君熄泪 刹那的目光碰触 却是如剑风在喉 而下一瞬 君熄泪却是转过目光 再不看他们一眼 白衣飘动间 已是瞬间远去 好 好厉害的气息 火破云重重地吸了一口气 这难道就是师尊昨夜所说的无形剑意 云车皱了皱眉头 刚才君熄泪那明显带着恨意的目光与气息 让他内心忽然沉重了数分 虽然君熄泪每次见到他时都是如此 但这次情形不同 破云兄 云车无比认真的道 过话和君熄泪交手的时候 你要千万小心 嗯 我知道 火破云重重点头 不 我的意思是 你要小心他对你下狠手 啊 火破云一愣 不解道 为什么 你难道忘了 之前在饮血界时 他被我师尊 逼迫向我跪地赔罪 作为被世人瞩目的剑军传人 这必定是他这辈子最大的耻辱 在骤天剑 他每次见到我 都恨不能用目光将我千刀万剐 只是他没机会能对我下手 但 他知道 你和我的交情 很有可能会泄愤到你的身上 云车说得颇为凝重 火破云动了动眉头 犹豫到 这应该不会吧 军西类可是剑军传人 名气极大的东玉四神子之子 不至于做这种毫无风度的事吧 他是剑军传人没错 但他也是个女人 女人有多记仇 看来你应该没在女人身上栽过跟头 啊 谢云兄弟提醒 我会小心的 火破云指的点头 虽然有着不以为然 但出于对云车的信任 他并没有完全无视他的劝告 很慎重地记在心里 来到风神台区域 云车刚一到来 便吸引了无数的注目 就连各大神帝的目光 都在他身上停留了不短的时间 出至神界时 他只未见到茉莉 因为本打算低调到尘埃里 却是很快惊动整个兵皇神宗 还成为了宗主清传弟子 短短几年时间 在穆玄英的独宠之下 在银血界 几乎是一人之下众生之上 到来昼天界 他本欲不被任何人所注意 却在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辰 名声大噪 被各大界王 神帝所侧目 昨日一战 更是惊动整个东神域 他身上所拥有和背负的东西 似乎早已注定了 他不可能归于安和平静 这一点 他自己也已有所感 大概 还和性情有关 很快 一皇五帝接至 今日的封神之战 也到了开启之时 大事已知 但到了今天 龙皇和世天神帝 依然没有离开 很显然 他们都真正对东神域的这场玄神大会 产生了兴趣 或者对其中的某个或某些人 产生了兴趣 封神组第二轮第一场 阎神界火破云对战建军传人军西类 军西类是出身摇星剑阁 但屈会尊者的宣读 却是建军传人 显然后者的分量 要比前者还要重得多 今日先开启的是封神组之战 随着屈会尊者的宣读 火破云一个飞跃 落在了封神台之上 手执破魔剑 金屋烈焰从全身慢至剑身 已是第一时间进入交战状态 封神台每一个角落 都可以感觉到 那浓烈的金屋气息和昂扬战役 这个少年人不错 东西之上 骤天神帝微微汗手 不令夸赞 出身中卫星界 却有如此成就 年纪轻轻 却可将最难掌控的金屋炎 驾驭到如此地步 尤其面对建军传人这等对手 却是毫无惬意 将来必有大成 的确可赞 就连龙皇一世点头 然后断言道 只可惜 这一场 他必败无疑 君西类身影一瞬 如被柔风所托 轻飘飘地落在封神台上 但和火破云斗志竟然 严阵以待不同 他竟然而立 冷言无情 那把属于建军 非他所能驾驭的无名剑 依然负于身后 整个人像是孤立于室外 漠视着凡尘 开战 驱惠尊者一声令下 火破云身上的火光 瞬间直窜百丈 大半的风神台 都被染上了一层淡金色 但君西类 依旧安然无声 就连气息 都没有一丝的变动 一双毫无感情色彩的美眸 也似乎根本没有 注视在火破云的身上 一种被小视的感觉 让火破云眉头大动 但他没有被激怒 反而更然战意 一声大吼 炎神界火破云 请赐教 呵 就 三大火焰至尊中 金屋有着最强的坟灭之力 亦有着最强的傲气尊严 承载着炎神界有史以来 最极致金屋血脉的火破云性情 也自然会受到最大程度的影像 平日里并不会显现 但一旦射击力量 便会完全出发 巨大的金屋眼影 在火破云背后显现 展翅微明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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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十道金屋眼光 也在这一刻同时炸裂 展开数十朵赤金火莲 当火光强烈到极致之时 风神台的上空 像是同时出现了几十个太阳 让一众强者都几乎不敢直视 心中一片惊燃 这个气息 还有释放火焰旋力的速度 它真的只有神灵境七级 一个修炼火系玄弓的中卫星界 十口惊寒道 而且 那还不是普通的玄火 而是远比普通玄火更难驾驭 是所有神火中最难驾驭的金屋眼 看来 这才是它的真正实力 之前大败陆陈渊 并不只是因为陆陈渊拖大 更不是偶然 面对军西类 火破云严厉毫无保留的爆发 引得无数强者 为之惊叹不已 但 偏偏直面火破云的军西类 依旧一动不动 任由火破云将旋力释放到极致 唯有眉头微不可查地猝了一下 这显然是一种深深的傲然 但火破云毫不惊怒 眼神破魔剑缓慢前指 随着金屋眼影 又一声震天思鸣 所有火连气息相连 如天外允颜 向军西类飞坠而下 好 火如猎忍不住一声大吼 激动地站了起来 敢小看破云 就算是剑军传人 也要付出代价 严绝海也低声道 云车亦是目占一光 这些火连气息相连后的威力有多强大 他感知的比任何人都清楚 虽然军西类旋力上 胜过火破云三个小境界 但火破云有着绝非寻常的金屋眼力 从他轻松击败陆成渊一站上 云车绝对相信 他足以匹敌神灵境九级的强者 军西类一直拖大不动 气息都未有释放 面对有足够时间 完全凝聚释放眼力的火破云 必也难以正面抗衡 火连近身的那一刹那 军西类终于动了 随着他手臂挥舞 立一剑闪现 他的剑通体银白 细部足半寸 长部及五尺 在漫天惊乌檐之下 竟不现金芒 此剑名为雾光 为君无名亲赐军西类之剑 亦是他在找寻传人的数万年中 为了未来的传人 亲手锁住之剑 雾光出窍 轻轻一挥 煞时间 天地间所有的声音都忽然消失 就连光芒都猛然暗下 所有人的视线之中 只有一道比流星 还要华丽刺目的流光刹那划过 这道流光 穿过一朵朵火帘 穿过空间 穿过层层火光 点在了火破云的胸口 又从他的胸口一串过 这道流光 明明快到了不可思议 但那一个刹那 时间竟仿佛完全缓了下来 所有人 包括那些最弱的神洁竞选者 都清清楚楚看到了 他划过的每一寸痕迹 定 流光碰撞在了隔绝结界之上 瞬间消散 世界 在这一刻 忽然恢复了正常 所有火帘 包括那些根本没有被流光碰触的火帘 全部平整无比的一分为二 当空溃散 火破云身上 血光飞溅 一声惨叫 狠狠地倒飞出去 一直飞出结界 砸落在风神台之外 君吸泪出手 火破云一瞬落败 本章完 第1183章 神子之战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风神台鸭雀无声 呆滞的神情 久久定格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云 云儿 安静之中 一声惊雷般的大吼响起 火如猎 哪还顾得了其他 飞扑而出 冲到了火破云身侧 快速而小心地将他带了起来 火破云胸口后背染血 外伤虽小 内伤却是极重 但好在并非不可逆的重疮 他心神烧松 但忽然看到火破云的眼神 刚刚松下的心弦 忽然又数倍的紧起 火破云没有失去意识 重伤之下 他没有痛瘾 甚至没有引导玄气去压制伤势 而是无比安静地躺在那里 一双眼睛睁开着 却像是蒙了一层厚厚的烟雾 毫无色彩 毫无焦距 如身处患梦 身为师尊 看着火破云长大的他 又怎会不知道他的性情 他待人待事 都是平和真诚 但却有着极重的玄道尊严 尤其金屋传承和金屋炎 是他毕生最大的骄傲和逆龄 他的金屋炎力 完全爆发之下 却被对方一瞬而败 打击之打 可想而知 这个结果 连他 都绝未曾想过 鱼儿 没事 没事的 火如烈 用尽可能平缓的声音安慰道 他是建军传人 败给他一点都不丢人 你已经做得很好 你是为师的骄傲 是阎神界的骄傲 火破云依旧一片正燃 毫无反应 他的耳边 在这时传来君系类 冰冷不屑的声音 哼 这就是 所谓的最强神言 原来也不过如此 你 火如烈大怒回首 但心中怒意再胜 却是无法发作 风神台上 依旧安静一片 一眼望去 皆是瞠目皆舌 火破云所展现的力量 何等的惊艳 让一众借王 让骤天神帝 以及龙皇 都为之夸赞 但 君熙类 仅仅只是一剑 火破云的火焰 还有他的战意与骄傲 皆如泡影般 被一瞬粉碎 阎神界 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 一个个瞳孔颤动 根本无法相信 和接受这个结果 云彻意识瞳孔微缩 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这就是 建军传人的实力 这就是东御四神子的实力 那顺败火破云的一剑 其微之巨 超出了 还是远远超出了云彻的预想 也代表着 君熙类的实力 远远超过了云彻的姑娘 这样的结果 显然连驱惠尊者都始料未及 这才反应了过来 深深看了君熙类一眼 高声宣布道 火破云脱离风神台区域 落入败者组 入明日败者组第四轮战 君熙类胜 入后日 风神组第三轮战 所有人都确信 火破云不可能是君熙类的对手 但他们 也同样无比期待着 火破云在面对君熙类时的表现 想要亲眼目睹 这个风神之战的绝对黑马 实力全开后 可以达到怎样的程度 却没想到 会是如此结局 绝非是火破云太弱 他释放严厉之时 着实让所有人大为惊艳 而是君熙类 实在太过强大 之前的比赛 他都是轻松获胜 根本未曾发挥出真正实力 而刚才顺败火破云那一剑 那一道似乎定格世界的剑光 直到现在 都还生硬在他们的脑海之中 挥之不去 火破云伤众 火如烈 已顾不得其他 待其火破云 快速远去 金乌宗各大长老 也都纷纷起身而去 严绝海战立半赏 没有跟着离开 只是满脸的焦躁不安 云彻眉头沉下 从火破云异常的气息上 他明显感觉到了不对劲 犹豫一会儿后 正准备跟上去看看 却被木兵云伸手拉住 不要分心 云彻缓缓坐了下去 但心情格外沉重 他想过君熙类 必定会在和火破云的交手中 发泄怒恨 却没想到 会是这种方式 以绝对实力的方式 而这一剑 也让君熙类本就极盛的光环 更加耀目 看着背负古剑 如飞仙斑缓缓飞离风神台的君熙类 那些年轻选者 都忽然有了一种 在仰望神明的感觉 同为年轻一辈 若君熙类在天 他们便如污泥尘埃 从成为剑军传人的第一天开始 君熙类之名 就响彻东神域 同时却也伴随着无数的质疑 因为她是女子 后来 她名列东玉四神子之一 无疑证明了剑军的眼光 和她的资质 而今日 整个东神域都重新目睹 重新认知了 这一代的剑军传人 是何等的存在 而且 刚才那只是一剑 显然还远远不是君熙类的真正实力 君熙类的剑道造诣 竟已达到如此境界 慕冰云一声低叹 或许 如今的君熙类 比之洛长生 也相差不远了 云彻眉头一跳 或许 相差不远 难道这样的君熙类 依旧不可能是洛长生的对手 在东神域年轻一辈 除开王界 洛长生是绝对无敌的存在 慕冰云道 关于她的传说 很多都激进于神话 接下来 就是洛长生的比赛 你还是用自己的眼睛 亲眼看看 何为东神域年轻一辈第一人吧 风神组第二轮第二场 圣语界洛长生 对战复天界陆冷川 洛长生和陆冷川 同为东域四神子 这是风神之战的第一场神子之战 随着区会尊者的宣读 所有的目光牢牢地锁定在风神台之上 亦为四神子之首 亦为四神子之末 虽同为东域四神子 同为神灵境时级 但两者之间亦有着实力差距 甚至 在很多人看来 是根本不可逾越的差距 风神台之上 两个人影同时闪现 相对而立 陆冷川极为高大 身长近九尺 粗壮程度 更是堪比少年时的下园霸 还未释放旋力 一股厚重的气息便已扑面而来 仿佛是有一座山岳矗立身前 反观洛长生 一袭白衣 黑发青树 身上气息若有若无 面孔紧急如少女般嫩白无瑕 再加上不俗的相貌 给人的感觉 分明是个柔柔弱弱 不安玄道的读书人 两大绳子都颇为平静 脸色和眼神 都带着坦然 毫无恶战前的紧张气氛 而他们的坦然 亦为绝对实力的坦然 亦为自知必败的坦然 之前听穆冰云之言 云彻心中已是惊讶不已 此时再看陆冷川的脸色 他更是心中震惊 同为东玉四神子 陆冷川的实力纵然最弱 比之君息泪 应该也不会相差太远 而他面对洛长生 魏战 便是一副自知必败的姿态 洛长生的实力 究竟强到什么地步 为什么穆冰云会说 关于他的传闻 近乎神话 先前 他对东玉四神子 实力有多强大 毫无兴趣 但 随着他目标的变化 东玉四神子 便成为横跟在他身前的 四座大山 必须翻阅的四大大山 而直到现在 他都并未真正知道 这四神子 究竟多么强大 开战 区慧尊者一声冷下 风神台顿时收起了所有声音 死了 一声雷电丝鸣 洛长生已是兵刃在手 一把宽体长剑 剑身子雷环绕 胜为剑 慕冰云低语 洛长生居然是修炼的雷系玄弓 云彻道 是 也不是 慕冰云有些莫名的话 让云彻一愣 冷川兄 请 洛长生未知剑的手前伸 相比于洛长安的猖狂跋扈 洛长生却是兵兵有礼 虽是让陆冷川先出手 却是毫无傲态 言语神太监 反而透着对兄长般的敬重 好 陆冷川也不客气 一声低吼 身上一道黄光爆开 但黄光定格时 已是形成一道环绕周身的防御屏障 哼 陆冷川在吼 道道黄色玄气如游龙般飞舞缠绕 树袭之后又结起了第二层防御屏障 但这个过程 洛长安却没有攻击打断 而是就这么平静地看着 或者说等待着 唇角时若有若无的淡笑 哼 随着陆冷川最后一次大吼 一声震撼的龙吟忽然响彻上空 陆冷川的身上 第三层防御结界形成 但这一层 却不是一个淡色屏障 而是一道亮黄色的真龙之影 环绕它盘旋飞舞 厚重的气息陡然增加数倍 所有人 甚至都感觉到 一股浓郁的真龙气息 这是 云彻的脸上浮现金蓉 复天界陆氏一族的黄龙圣剑 慕冰云低语道 他们继承的神血 来自上古真龙 修炼土系玄弓 有着极其强大的防御能力 身躯强如悬钢 而陆冷川此刻所加持的黄龙圣剑 更是有着无与伦比的守护之力 一旦被结成三层 哪怕面对两个同级对手 也可立于不败之地 云彻 敢让陆冷川当面结成三层黄龙圣剑 所有风神之子中 也只有洛长生有这样的实力和魄力 不错 东西之上 龙皇微微汗手 身为龙皇 自然会对继承者上古真龙血脉的陆冷川 产生性质 三层黄龙圣剑完成 陆冷川整个人的气场完全变了 他周身上下 都被要得亮黄一片 尤其他的肌肤 赫然反射着青铜一般的金属光泽 陆冷川双手伸出 从虚空中抓起一把杖长的银枪 此枪名为猎穷 风求着真龙之魂 为负天界九负盛名的玄器之一 骆兄弟 我自认不是你的对手 三层黄龙圣剑在身 陆冷川却依旧是 先前那般必败的坦然 但我很想知道 如今的长生公子 是否真如传说 五十息 若若兄弟能在五十息之内 击溃我的三重黄龙圣剑 那我唯有心悦诚服的认输 本章完 第1184章 长生公子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陆冷川的话 让风神台无数人剧烈动容 洛长生实力在陆冷川之上 这基本是东神域的共识 洛冷川的年龄 几乎被于洛长安 论资质和成长速度 洛长生也毫无疑问 远胜陆冷川 因而 若说如今的洛长生 能在五十息内击败陆冷川 并不会让人太过惊讶 但 站在洛长生面前的 可是加持了三层黄龙圣界的陆冷川 击溃三层黄龙圣界 绝对要比击溃陆冷川本人 要难得多 黄龙圣界在东神域 一直有着不败圣界之名 能被冠以不败之名 其强大可想而知 洛长生却是微微一笑 好 长生自当竭力一事 好 陆冷川微微汗手 目光骤闪 接我猎穷枪 陆冷川高跃百丈 一枪凌空刺下 枪尖锁止 一股强横的旋力风暴当空卷下 狂暴如沧海怒涛 隐德观战席一阵惊呼 陆冷川有着极强的护身之力 但绝不代表 他的毁灭之力孱弱 这一枪之威 让各大界王都为之动容 让无数 年轻玄者 脸色惊变 云彻的瞳孔 亦是明显一缩 这是陆冷川的实力 还只是东玉四绳子最弱的一人 骆长生微微抬手 全身白衣 在破镜的旋气窝流下 高高鼓起 烈烈作响 直至猎穷枪 临近不到三十丈之巨之时 他的旋气才爆发 只一个瞬间 一股并不猛烈 却异常霸道的气息 冲天起 让上空卷下的灾难之力 猛的一缓 随之骆长生飞空而起 一剑横辉 死了 雷光一闪 空间都仿佛被一剑斩裂 来自陆冷川的力量 在那道只是一闪而过的雷光之下 却呼噜被分开的水流 其整整的一分为二 从骆长生两边身侧掠过 连他的衣角都没碰到 而下一瞬间 骆长安的速度陡然暴增 如雷电般穿空而上 圣雷剑正面碰撞在力量大减的猎穷枪上 一声巨响 如天雷震空 猎穷被重重震开 陆冷川意识在空中一个翻转 而骆长生的身影 在这时忽然鬼魅般出现在他的左侧 圣雷剑不紧不慢地刺在黄龙圣剑之上 擦 分明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剑 却在一刹那间爆发出遮天蔽日的雷光 黄龙圣剑猛然凹下 飞舞的龙影刹那竞篮 发出一声带着痛苦的身影 陆冷川一声闷哼 如被陨石轰落 飞至而下 重重砸落在风神台上 云车的身体猛地移动 身侧的木冰云立刻察觉 侧目看了他一眼 眉宇间带上了一缕担忧 他早就知道 陆冷川与骆长生之战 定然会给云车造成很大的冲击 而这才是他们交手的第一个照面 云车便已明显无法平静 东玉四神子和风神三十二子 可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这四个被风神子之名的年轻人 他们代表的 可是东神玉年轻一辈的四个神话 陆冷川那一枪之威如雷霆将士 陆长生那一剑 则是轻轻缓缓 像是随手挥出 但两者正面碰撞之下 却是陆冷川稳落下风 陆冷川快速翻身而起 有黄龙圣界在 他周身毫发无伤 就连黄龙圣界亦是完好无损 他重新浮空而起 目视陆长生微笑道 你还是用出全力吧 否则就算你是长生公子 也不可能短时间内 破开我的黄龙圣 陆冷川的声音 忽然戛然而止 猛地低头 看向了自己的脚下 一团深紫色的雷电光玄 正嵌在第三层结界之上 而且是深深地嵌入 直到现在都没有溃散 陆冷川瞳孔如遭挣扎 满脸的难以置信 他重吸一口气 随着一声轻微龙吟 那道紫芒 才被勉强消弭 第三层结界亦快速愈合 只是 陆冷川笑意不在 脸色变得格外僵硬 不愧是黄龙圣界 果然名不虚传 洛长生轻轻一探 单以圣雷剑 想要短时间内 破开冷川兄的防御 的确有些艰难 那么 冷川兄小心了 在他如清风般平和的声音中 洛长生双手缓缓张开 左手圣雷剑雷光爆闪 而右手 闪现出了一把八尺长月 月身通体翠绿 他出现之时 风神台上忽然毫无预兆的狂风席卷 呼啸之音 全然不下于来自陆冷川的镇空龙影 神风月 慕冰云道 圣雷剑 神风月 左轰雷 右暴风 洛长生立于风雷之间 发丝飘扬 如天之神子 颤动着所有人的眼球和神经 他是 风雷双修 云彻惊道 慕冰云没有说话 陆冷川的脚步 下意识的后一半步 全身每一根青筋都高高鼓起 这种极度的紧绷 持续了整整数息 才缓缓地松弛下来 来吧 陆冷川轻念一声 一脚踏出 空间一瞬拉近 直逼洛长生身前 猎穹枪直接轰落 枪势之下 空间被骤然压缩 猎穹之名 亦为断裂苍穹 这一枪虽不至于破天 但绝对足以轰翻 一座万丈山月 碰 神风月如从虚空中伸出 稳稳地招架住了猎穹枪 本是视若天崩的猎穹枪 就这么一下子定格在了空中 所斜距离 随着一阵呼啸的狂风 如泥牛入海 无影无踪 陆冷川神色不变 仗着黄龙圣界 全然不理会风暴余波 瞬间翻身 猎穹枪再度当空伐下 碰 碰 碰 陆冷川连出三枪 一枪比一枪凶狠 却全部被洛长安单手 平稳无比地接下 最后一次的枪跃碰撞 陆冷川全身巨震 身体刹那失衡 洛长生一直附后的左手终于动了 圣雷剑带着细腻雷光刺 向陆冷川胸口 是 像是有万千张玻璃 在耳边同时碎裂 那些修为较低者 痛苦地捂上耳朵 陆冷川前的黄龙圣界 在圣雷剑之下深深下陷 隔着三层守护结界 陆冷川却是分明感觉到了 如被刺入身体般的痛苦 他心中大惊 猎穹猛猎一挥 远远退开 一低头 却看到胸口结界 依旧呈现凹陷状态 周围裂起数十道细密的裂痕 无数道雷光在其中肆虐 而在这些看似细小的雷光之下 结界的裂痕 非但没有在他快速运转的玄气下愈合 反而在隐隐地扩大 这一惊 更是非同小可 而他的身前 洛长生已是第一次主动出手 剑阅交错 风神台瞬间风暴启动 云彻眉头紧簇 牙齿也不自觉地摇起 洛长生不但是风雷双修 而且居然可以同时施展 还同时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冰刃 而无论是同时驾驭风雷 还是剑阅 都如行云流水 宛若那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剑阅交错 风雷其民间 还给人一种赏心悦目之感 而这在观战者眼中 赏心悦目的剑阅风雷 对陆冷川而言 却是可怕的噩梦 陆冷川完全放弃攻势 全力抵御 但他才勉强抵御树西 猎穹枪便再次被狠狠震开 神风月卷动狂风 横扫在黄龙圣界之上 扑轰 如天中阵响 黄龙圣界瞬间大幅度变形 一道裂痕快速撕裂 瞬间漫过大半个结界 守护龙影 一声痛苦长鸣 陆冷川一时闷哼一声 被圆圆扫飞出去 亮呛着落地 还未站稳 一股蔑视风暴 夹杂着刺目雷光 将他无情吞没 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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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雷融合 化作无数道雷光锋刃 从黄龙圣界上横切而过 碰触到风神台的边缘结界后 又无声消失 洛长生却是深流原地 似乎并无动过 剑阅之上也没有了风雷 平和的脸上微微带笑 陆冷川脸色一阵阴暗不定 他大吸一口气 便再次举起猎穹枪 只是 手臂刚刚抬起一半 耳边却忽然传来 拼得一声轻响 一声龙吟 沉闷而绝望 无数道裂痕 在同一时间忽然炸开 守护龙影 顿时如被撕烂的泡影 一瞬溃散 散成漫天的黄色悬光 是 什么 赴天界作息 一大半的人都猛地站了起来 面色激荡 如见鬼神 陆冷川抬起的手臂定格在那里 他的最强防御 在洛长生的雷电锋刃之下 就这么被轻易地撕成了碎片 虽然 他的身上还有两层防御结界 但第三层 才是真正的黄龙圣界 其守护之力 还要胜过前两层的叠加 陆冷川的一双瞳孔 在微微射缩 许久 他抬起了一半的手臂 缓缓地垂落下去 猎穹枪的枪间重重顿队 发出沉重的碰撞声 唉 一声重叹 陆冷川深周的另外两层结界 被他忽然收起 他目视落长生 感叹道 四年前 我与你第一次交手时 便深感你强大的可怕 我也自知 与你的差距 只会越来越远 但没想到 你居然 猎穹枪消失在陆冷川的手中 他用一种极为怪异的语调道 你简直是个怪物 哈哈 洛长生笑了起来 多谢冷川兄的夸奖 不过今日 也要多谢冷川兄 让我总算在这封神台上 酣畅一战 只是时间短暂 而且看起来 冷川兄 似乎已无战役 陆冷川笑了一笑 没有说话 他很清楚 洛长生所谓的酣畅 不过是在为他留面子 他无比确信 洛长生根本就未用权力 他转过身 向区会尊者平静道 我认输 在封神台上 认输极少出现 就算出现 区会尊者也定会反复确认 但面对陆冷川的坦然认输 他没有多言 微微点头 直接宣布 陆冷川认输 落入败者组 入明日败者组第四轮战 洛长生胜 入后日封神组第三轮战 两大神子离场 观战席一片轩然 久久不休 云彻的目光 在陆冷川和洛长生身上流转 心中泛起惊涛骇浪 陆冷川之强 已是让云彻大吃一惊 他挥下的第一枪 便让云彻感觉到一种不可抵挡的巨大压迫感 绝对无愧冬遇四神子之名 但 这样的陆冷川 在洛长生面前 竟是败得如此彻底 陆冷川离开风神台时 呼吸粗重 气息微乱 显然 黄龙圣界虽然强大 但极好旋利 他与洛长生的短暂交手 亦是消耗颇大 而反观洛长生 脸色 呼吸毫无变化 气息更是如一汪连波纹 都未曾泛起过的净水 这就是洛长生 同为冬遇四神子 为什么差距会如此之大 云彻有些失神的呢喃道 明明都是神灵境时级 又都是冬遇四神子 却像是两个截然不同境界的存在 慕兵云转眸 轻轻道 如果我告诉你 你所看到的 根本就不是洛长生的权力 君熙类 水映月 或许可以逼得洛长生用出权力 但陆冷川一定不能 云彻 洛长生并不是风雷双修 而是风 雷 吐三修 慕兵云轻柔地讲述着一个 在云彻听来无比可怕的事实 同时 他还精于剑道 剑翼 剑气 剑刚 剑阵皆是登峰造极 单就剑道而言 甚至有很多人认为 不会疏于君熙类 另外 他的领域 玄阵造诣 在很多年前 就引得无数尚未界王惊叹 如今必定更为强大 精神力 意识高得出气 这 这是真的 云彻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玄道修炼 专精为正道 贪多为大忌 哪怕天赋异禀 能同修多种旋律 一般也会指责其一 纵然强行双修 三修 每次也只能释放其一 同时驾驭 很容易造成玄器大乱 反伤自身 但 他是落长生 一个不折不扣 哪怕再过十万年 都不一定出现第二个的怪胎 本章完 第1185章 幻梦黑蝶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穆冰云的话 让云彻久久沉默 云彻 穆冰云忽然道 昨夜 我与你师尊传音 他说 你的目标已经改变 你重回昼天界 为的是要冲顶风神之战 莫非 你是想要强夺风神之战的守卫吗 云彻点了点头 那你有几分信心 穆冰云心中一叹 昨日至少还有几分自信 不过今天 云彻闭上眼睛 无奈道 坦白说 已经完全没有了 我没有小看这些风神之子 但我彻彻底底的错过了冬裕四神子 慕冰云 骆长生 即使刚才已是他的权力 我也断然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就连刚才在他手下惨败的陆冷川 我也几乎看不到能胜他的希望 云彻声音很平静 事实也的确如他所说 君熙泪顺败火破云那一件 让他心中惊燃 而方才 骆长生与陆冷川一战 彻彻底底的湮灭了他所有的信心与期望 冰云公主 君熙泪和水映月 他们比起陆冷川如何 云彻问道 远胜 慕冰云简短 直接的回答 云彻再次无言 眉头沉下 不知在想着什么 哼 不愧是你们东神域的长生公子 虽未见他用出土之旋律 但就能如此轻松的同时驾驭风雷 已是让人惊叹 龙皇道 他的权力状态 怕是已经足以超出神灵境的层面 天赋异禀 能同修多种旋律者虽少 但并不稀奇 但能同时驾者 却少如凤毛麟角 而如洛长生这般 兼修三种旋律 却可同时驾驭 我东神域从十万年前至今 仅他一人 骤天神帝汉首微笑 这可不仅需要天生一体 对资质 悟性的要求 无不是高到极致 他的未来 纵是老朽 也不敢姑娘 男友洛长生 女友水妹英 但就这两人而言 你们东神域 怕是要迎来巅峰的一代 龙皇笑着道 不不不 龙皇殿下 你漏了一个人 世天神帝忽然发声 和所有人都在注视 惊叹着洛长生不同 他的目光却大部分都在扫描着云彻 他慢悠悠地道 混沌如此之大 亿亿万生灵 出什么怪胎都不稀奇 但 一个能以神洁境的修为 正面碾压神灵境中后期 则则 这样的怪胎 别说十万年 你们东神域 好像一百万年 也只出来这么一个吧 哦 不对不对 我记得这小子 说他是出身下贱 好像也算不得你们东神域的人 骤天神帝神色一致 龙皇却是微笑起来 笑得有些神秘莫测 风神组第三轮第三场 流光界水魅鹰 对战飞星界梦断熙 云彻从沉思中抬头 注意力重新转回风神台上 这同样是云彻极为关注的一战 他想亲眼看看 只有神灵境一级的水魅鹰 是如何一场未败 依旧留在风神族 水魅鹰依旧是那一身熟悉的黑夜长裙 一条过分可爱的蝴蝶 一带记着不堪盈盈 一握的鲜鲜腰 他立于风神台上 却和风神台的氛围格格不入 尤其他禽手稍歪 离窝危险 巧笑倩兮 说不出的甜美可爱 还无意中透着一种 不该属于他这个年龄的妖魅 根本没有 哪怕一丁点站前的紧张 倒是让不少年轻人看得正吃 反观在旋律上 绝对碾压水魅鹰的孟断兮 却是面色凝重 刚一上台 便是见光一闪 横于身前 旋气涌动之下 剑身如水流一般缓缓拨动 气势惊人 开战 屈会尊者 眉头一动 大哥哥 请指教 水魅鹰手翻转 一道蓝色流光 向两边蔓延 在他手中 献出一把纤细的水蓝长影 枪 云彻一声低念 枪身如水晶般剔透 又释放着海洋一般的梦幻兰华 枪身极细 一眼看去 大概只有半寸之粗 以水魅鹰那小巧的手 都轻腻地完全握起 却又是长得出奇 近乎一丈 还要胜过陆冷穿手中的猎穷枪 身长不足半丈的水魅鹰 将他持于手中 颇具视觉冲击 流光界的传承 来自远古时代的神兽流光蝶 这把枪 据说来自流光蝶的一缕蝶翼 有一个特殊的名字 叫唤星蝶语 因其中有着流光蝶的一缕真魂 所有从未有人能将其真正驾驭 但 水魅鹰 却是被其主动认主 请赐教 孟断熙点头 面对这样的对手 他虽在极力平稳心态 都依旧有些不自然 哼 有着整整八个小境界的旋力优势 孟断熙却是当先出手 在这个战场 或者说在任何战场 轻敌都是大忌 孟断熙一出手 风神台顿时狂风呼啸 风邪剑气 如咒语堕士 瞬间封死了水魅鹰所在的空间 他不是云彻 亲眼目睹过 水魅鹰前两场是如何战胜对手 因而他一上来 便是狂风骤雨般的出手 要的 就是第一时间 以绝对的旋力优势 将水魅鹰压制 甚至将其直接击溃 而这也的确是最为正确的策略 因为水魅鹰的旋力修为 的确是他最大的弱势 若当真硬碰硬 他一个照面 就会被孟断熙打下去 水魅鹰脸一紧 神色上似乎危险慌乱 他身上蓝光一晃 已是轻盈的飞起 幻星蝶雨随着他娇小的身躯 轻盈舞动 在他身前舞起一个闪耀着梦幻蓝光的小型旋阵 哗 风暴卷着漫天剑气照下 将空间切裂出无数的黑痕 但剑气风暴之中 水魅鹰的身影却是缓缓消失 梦断熙后方上空 水魅鹰的身影如灵蝶般浮现 身后是那个一样的蓝光玄阵 好神法 云彻不自禁地赞叹出口 如空间传颂一般的瞬间转移 却比撕开空间更加的迅疾和梦幻 而神灵境界的旋力 貌似还远不足以撕开神界的空间 幻梦蝶舞 慕冰云解释道 如我们银血界的断月浮影一样 都是极难修成的神法 声音一顿 他补充道 至少水映月并未修成 云彻 孟断熙的身形瞬间转过 而同一个刹那 水魅鹰足踏虚空 欠腔轻舞 一道淡泊的蓝光忽然洒下 然后瞬间化作一道巨大的水墓 负向孟断熙 水墓气势不错 却是无法带给孟断熙丝毫的压迫感 毕竟 水系玄弓的攻击性 公认得最弱 何况还是来自一个 玄力训他八个小境界的小女孩 孟断熙看也不看 随手一见 水墓顿时被撕成两半 空中 水魅鹰的轻舞在继续 随着幻星蝶雨的挥舞 蓝光混乱交错 一道又一道的水墓附下 交叠之时 颇有一种遮天蔽日的气势 水墓虽毫无威胁 就算全部打在身上 也别想伤到他 但会严重地隔绝视线和气息 尤其层层水墓重叠 临近之时 已是完全吞没了孟断熙的视线 孟断熙脸色不变 飞身而起 一剑横斩 随着斯拉一阵猎响 十几道水墓被他同时撕裂 向周围洒下一阵暴雨 但他的上空 目光所及 却依旧是层层水墓 而没有看到水魅鹰的身影 孟断熙眉头一动 腾空的速度陡然加快 一剑刺空 随着一阵乍响 他清晰感觉到 自己这一剑 至少刺穿了数十道水墓 这几十道水墓也如他所想般轰然炸裂 向周围淋下更加细密的暴雨 但 所有水墓轰开 上空 却依旧是水墓层叠 而没有看到水魅鹰的身影 甚至 就连他的气息 也不知在何时消失 完完全全的消失 丝毫感觉不到其存在 孟断熙心中大惊 怎么回事 这些水墓怎么像是无穷无尽 能将气息隔绝到如此程度 这种程度的水墓 至少要跌到五十层以上 这才转瞬之间 他是怎么做到的 孟断熙心经之时 目光下移 更是大吃一惊 他的周围 竟已是一片汪洋 看不到水魅鹰 也看不到风神台 更看不到观战席 脚下 上空 周围 水浪翻滚 层层叠叠 他这才惊觉 自己在不知不觉中 竟已被困在了一个鬼水领域之中 惊讶之后 孟断熙却又很快平静下来 嘴角缓缓浮起一抹自信的淡笑 他自言自语道 早就听闻 流光界鬼水神功的控制能力 天下无双 不过 终归只是神灵境一级的旋力 领域虽强 却根本不可能将我真正困住 他一声低喝 玄气再涌 手中之剑 顿起三丈剑刚 身影一晃 直冲前方水域 一剑斩落 却是闪起九道剑芒 轰隆 如雷引怒涛 水域顿时疯狂炸裂 层层浪涛激起 但又在下一个瞬间 被完全湮灭 孟断熙唇露微笑 但马上却又僵住 因为水域之后 依然是水域 他这一剑 并没有将鬼水领域破开 而这时 鬼水领域的威力 也终于彻底爆发 一瞬间万浪奔腾 如无数愤怒游龙 齐卷孟断熙 孟断熙冷哼一声 剑若飞鸿 那些海龙怒涛尚未近身 便已被他成片地斩灭 而无形之中 一种叱咤沧海的快感 在他心中逐渐生腾 他大喊一声 如蛟龙般直吟而上 渐渐斩怒 渐渐经沧海 很快 他感觉到鬼水领域开始颤动 他更是心神一宁 渐渐大开大河 是要将这鬼水领域完全撕碎 周围的世界 颤动得越来越剧烈 鬼水领域显然逐渐濒临崩溃的边缘 终于 在某一个时刻 所有的水墓 怒涛溃散 然后 在一个瞬间 完完全全地消失了 孟断熙眼前视线猛的一鸣 耳边 传来驱惠尊者震耳的声音 孟断熙脱离风神台 落入败者组 入明日败者组第四轮站 水魅阴盛 入后日风神组第三轮站 孟断熙睁睁地站在那里 愣住了许久 才缓缓转身 他身处高空 脚下 是茫茫观战席 已是离开三百里风神台区域很远 他的手中 并没有剑 而他的剑 正安静地 躺在风神台的中心 他的爱剑不远处 水魅阴盈盈而立 浅笑奄然 孟断熙彻底地愣住 如依然被困在幻梦 无法醒来 本章完 第1186章 七剑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在孟断熙的世界里 他不甚被困在了流光界特有的鬼水领域 但不经不乱 以自己的绝对实力 将这大名鼎鼎鬼水领域摧毁得千疮百孔 但 其他人所看到的 却是孟断熙在第二次断灭水魅阴的水墓之后 忽然定在了那里 随之 手中之剑竟直接脱手 跌落在风神台之上 然后 他忽如着了魔 开始在空中来回游移飞舞 手臂乱挥 只是一双同眸 却是痴痴萌萌 毫无焦距 很快 他就捂出了风神台区域 这才停止 脱离风神台区域 意味着落败 孟断熙从空中落下 黯然离开 无论身体还是灵魂 都是一阵飘忽 他败了 败给了只有神灵境一级的水魅阴 却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败的 水魅阴 有着极其恐怖的精神力 可控人心魂 这一点 他自然知晓 也有着足够的防备 但 自始至终 他根本都没察觉到 有精神力的侵入 完完全全不知道 自己是什么时候着了道 风神组第三场 就这么以这样一个结果完结 神灵境九级的孟断熙 败于神灵境一级的水魅阴 单就旋律而言 水魅阴绝对不可能是孟断熙的对手 但 他堪称恐怖绝伦的精神力 却完全碾下了 本不可跨越的巨大差距 现在 你明白了吗 慕斌云道 十五岁神灵境 已是绝无仅有 同时还天生一魂 有着完全不服常理的精神力 虽然 他无法做到洛长生那般风雷土 完美三修 但若 他与洛长生同灵 在这封神台之上 综合能力 怕是足以将洛长生都碾压 云彻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第四场 水音乐对战朝风 结果毫无悬念 水音乐清风胜出 今日风神组的四场对决完结 但他带来的巨大震撼 却是久久不休 君熙类顺败火破云那一剑 洛长生轻描淡写 毁去鹿冷川的黄龙圣界 水妹因横跨八个小境界 完败梦断西 无不深深阵战着 所有东神域的选者 尤其对那些 一直自信修为斐然的年轻选者 完全是不斥惊涛骇浪的冲击 短暂休整 风神组之后 是更为惨烈的败者组之战 四场败者组之战 将有四人败出十六强 止步风神之战 败者组第三轮第一场 银雪界云彻 对战神武界五归客 这一战 依旧牢牢聚焦着东神域无数的目光 但焦点绝不是早有盛名的五归客 而是云彻 水妹因跨越八个小境界 战胜梦断西 无疑堪称奇迹 但这场风神之战最震撼人心 最让人无法置信的一幕 却毫无疑问是 昨日云彻完胜落长安 完全无惧圣语界的魄力 堪称残忍的报复手段 以及横跨大境界的天欠 完全不服认知的诡异实力 他们都急切地想要看看 那究竟只是基于某种原因的昙花一现 还是能继续昨日本 不可能发生的神迹 风神台上 五归客已利于其上 姿态傲然 但脸色稍微有些不好看 没有人清楚 他对云彻是何等的怒恨 绝对要比君熙类 还要强烈千百倍 君熙类是一跪之辱 而他五归客 估计把云彻亲手多个千八百块 都难谢心头之恨 而偏偏 他生平最大的两个把柄 依然被牢牢地 捏在云彻的手里 每次想到这一点 他都憋辱到近乎心肝爆炸 去吧 千万小心 神武界的玄弓极为刚猛 尽量利用断月浮影 避免正面交手 穆冰云提醒道 嗯 云彻点头 一跃落于风神台 目视云彻 五归客的眉角 明显抽出了一下 云彻在他眼里 一直都只是个小人物 哦不 连小人物都算不上 只是一个通过胁迫他而作弊的垃圾 而这样的货色 若不是有把柄在他手 他连看都懒得多看一眼 而京 居然成为了 他风神之战的对手 开战 屈会尊者 冷声号令 五大公子 真是有缘啊 云彻不嫌不淡地道 你 还不配当我的对手 五归客微微咬牙道 哼 云彻低笑 目光闪过一道力芒 碰 一股狂暴的不可思议的气浪 从云彻的身上猛烈炸开 云彻直接开启了轰天之劲 他的气息在一瞬间 以夸张无比的速度暴涨 手臂一挥 截天剑抓于手中 全身旋气快速转为淡赤色 如染心血 或许 是受了军息泪 陆冷川 洛长生 水映月实力的刺激 他胸腔中有一股气急于发泄 直接便是巅峰状态 观战席上 所有人的脸色全部惊变 短短一刹那 却是如翻天倒海的气息变化 让他们都几乎都下意识地 以为自己的灵觉出现了问题 站在云彻正前方的五规客 如被飓风轰身 身体被冲击得明显一晃 心中更是大海 他竟然感觉到了窒息感 而且是 相当之重的窒息感 这 这怎么可能 在他心惊之时 视线中的云彻忽然身影一晃 一道珠红色的剑芒猛然轰制 擦 原根本没打算动用冰刃的五规客手中 顺限一把重击 目光一阴 旋气如火山般爆发 直砸珠红剑芒 碰 一声巨响 如有一个庞大的气囊炸开 周围十几里空间所有的空气 都被一瞬排空 剑挤相接 僵持空中 全场金柱 五规客的一双眼瞳 更是猛的瞪大 神武界历来不屑元素之力 而是专精于最简单 最精纯的旋力 防御固若金汤 攻击更是霸道之极 每一次出手 都必是刚猛绝伦 因而和神武界的人交手 最记正面硬汉 穆冰云也是如此提醒云彻 但 云彻和五规客的第一个照面 便是实打实的硬碰硬 还是云彻主动 当所有人以为 云彻这是自己找死之时 风神台上却是出现了 让他们瞠目结舌的结果 两人在风神台中心短暂僵持 竟是 不分高下 也就是说 云彻竟是正面抵住了 五规客的刚猛之力 而五规客心中的惊骇 更要远胜他人 他在刚才那不可能的窒息感下 直接全力出手 毫无流利 本以为定会将云彻一击击溃 却怎么都没想到 竟被他完全挡下 连脚步都没能击退半步 甚至 那巨大无比的反阵力 让他五脏六腑一阵激荡 但 这才只是第一件 云彻脸色毫无变化 第二件骤然轰制 哄 五规客全身矩阵 手臂一瞬苏麻 这种极度刚猛的力量释放 本该是节奏很慢 但云彻由穆玄英 亲自的佛心神脉 旋气运转和流转 合气之快 五规客一口气还没回过来 云彻第三件 以劈空轰下 气势比之前两件 没有半点衰减 五规客瞳孔缩 轰隆 五规客手中 足有数千万斤的重脊 被一件砸成残月状 五规客脸色一白 上身后痒 然后猛的贴地倒滑出去 一瞬滑出数百丈 刚定住身体 便是全身一晃 三道血流 从他的嘴角和鼻孔翻滚而出 十 神武界王武三尊猛的起身 满目震惊 观战席上 无数张嘴巴夸张地张开 许久无法合拢 而云彻的第四件转顺制 隔着能量结界 他们都清楚感受到了 那磅礴如沧海翻覆的剑威 若非亲眼所见 他们无论如何 都不可能相信 这居然来自一个玄道修为 只有神洁近八级的年轻选者 五规客抬头 猛一咬牙 身上气浪翻腾 卷动起奇异的神武法则 近五天玉 随着五规客的低吼 风神台的气场陡然扭曲 云车的动作在空中停滞 他感觉到自己仿佛忽然陷入了粘稠的泥沼之中 一股无比霸道的气场 凶猛地压制着他的躯体和旋力 让他气息骤降 如现囚笼 糟了 目冰云一声低呼 五规客大喘一口气 露出一丝扭曲的音效 横抓重击 直刺云彻 云彻目光冷然 在近五天玉的压制下 他的动作明显缓了许多 而截天剑之上 却在这时 陡然绽放出药木的蓝光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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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在无比密集 却又分外悦耳的凝结声中 药木的蓝光快速蔓延 转眼便充斥了近五天玉的每一个角落 将一个无色的压制领域 直接变成了深邃的冰蓝色 拼 下一瞬间 如星辰炸裂 漫天碎光 也带着近五天玉彻彻彻底底的碎烂 领域都是与自身契机相连 崩溃得越彻底 反噬便会越大 正凝力 冲向云彻的五龟客 如遭重击 全身巨震 刚凝聚的旋气直接崩散 一口溺血刚要喷出 一股风暴 以无情轰制 碰 这一剑砸得结结实实 五龟客的右肋塌陷 被狠狠轰飞出去 当空横飞数十里 砸地之后 又生生擦地树里 观战席鸭雀雀无声 落真可闻 可 嗨嗨 五龟客翻过身体 溺血狂喷 而他的上空 那噩梦一般的气势 已再次临近 不给他哪怕刹那喘息之机 啪啪啪啪啪啪 五龟客全身骨骼暴响 硬生生地再涌旋气 重挤迎上 哄 剑戟再次对轰 五龟客目中血丝炸裂 堪堪抵住 但巨大的震荡力 却是让他蹊跷同时血住狂涌 哄 第二剑 五龟客双臂 瞬间失去知觉 青筋全部炸裂 重挤脱手飞出 碰 第三剑 五龟客最后的护身旋力 如弹壳般破碎 整个人如烂肉一般横飞出去 砸落在风神台边缘 鬼客 五龟客全身抽搐 双臂挣扎着想要抬起 那不断色缩的瞳孔 像是在经历着一场 这世上最荒诞的噩梦 但不过树西 他的手臂便垂落了下去 再无动静 屈会尊者的灵爵 从五龟客身上扫过 胸口明显重重起伏了一下 然后才宣布到 五龟客昏迷 直步风神之战 云彻盛 入明日败者组第四轮战 屈会尊者的声音落下 但随之而来的 却没有任何的欢呼或轩然 而是一片长久的死寂 银血界上下各个眼珠外突 神武界众人视线久久发直 各大界王无不目占惊芒 君膝类双眉如见倾斜 水音乐略微诗神 水魅音手舞嫩唇 美眸连闪 就连落长生 他的目光也在云彻身上定格了许久 五龟客 神灵境八级的天之骄子 而云彻 只有神洁境八级 相差整整一个大境界 云彻昨日碾压落长安的一战 让所有人都对云彻 充满了异常的惊奇和期待 这一战 他们心底都期待着 可以发生相似的奇迹 但潜意识里 却根本没有几个人 真的相信他能战胜五龟客 因为五龟客 可不是洛长安 云彻能胜过洛长安 已是惊动东神域 若能横跨一个大境界 那是整个神界历史都未曾有过 也不可能发生的逆道之举 哪怕水魅音也不能做到 更何况 他依仗的是魂力 而非玄力 但 云彻不但胜亡 而且 仅仅用了七件 本章完 第1187章 玉洁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这 这 这 怎么会有 这种事 我不是在做梦吧 云彻 战胜了五龟客 死 何止是战胜 这是碾压 还是正面碾压啊 云彻的旋力 真的只有神洁进八级 不 不可能吧 怎么可能啊 风神台 乃至整个东神域 所有目睹这一战的人全部惊了 昨日云彻吊打洛长安 已是惊掉了无数下巴 而这一战所带来的视觉与灵魂冲击力 比之昨日一战更胜无数倍 纵然是那些傲视天下的至尊强者 也无不经地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 在这些活了数万载的强者认知中 这都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 难怪 他如此笃定 慕冰云轻轻低语 纯伴清明 但随之 血沿上又浮起一层油色 云彻一上来就 十里全开 七剑横扫五龟客 还轻易破了他的神武领域 惊世骇俗的同时 慕冰云也敏感地察觉到 他如此做 似乎是在发泄着什么 而唯有被什么东西刺激 才会发泄 他的旋律修为 的确是神洁尽八级无疑 绝非引着什么假象 月神帝微微皱眉 而这也是 最让人不得不惊的地方 龙皇殿下 在你们西神域 可曾有过相似之人 骤天神帝问道 这个立于东神域旋律 地位 声望之巅的神帝 骆长生和水魅音 让他微笑赞叹 但此时的同谋深处 却尽是金色 龙皇缓慢地摇头 神魂境跨一整个大境界 拜神捷境 还曾有过 而神捷境后期 拜神灵境后期 至少我惜神域 亘古未有 而且不仅仅是败 还是大败 更甚之 五龟克还不是一般的神灵境八级 他可是神武界王之子 同级之中 纵然称不上没有对手 也差不多了 则则则 苍世天手捏下巴 双目战射着从未有过的奇光 本王之前说能收他 当的弟子玩玩也不错 大半是戏言 现在看来嘛 骤天神帝 你之前对这小子 可是各种看不顺眼 本王准备把他带回南神域 你肯定不会有意见吧 哼 骤天神帝但笑 他虽是出身下界 但现在是属于我东神域 银血界的人 你要带走他 可是不合适吧 哈哈 区区一个银血界 怎配合本王相提并论 只要本王一开口 他又岂会拒绝 骤天神帝大笑道 哼 骤天神帝面色不善起来 他寄入我东神域的星界 便已是东神域之人 你若要带走他 就算老朽答应 怕是东神域也不答应 嘿 骤天神帝怪笑一声 不再说话 但双眸却是缓缓眯了起来 龙皇目光稍测 不知为何微微一笑 遥远的上空 飘荡起一个老者平缓的声音 后期神节正面拜后期神灵 老朽网活十二万载 竟在今时 得见如此天外之际 老者的声音干雅平淡 而但凡知晓 他存在的人都清楚 他的这番评价 是何其之中 而他那句网活十二万载 任谁听来 都只会当成笑话 那你可否看出 他是如此做到这种程度 千叶影问道 他的反应 反而要比老者平静得多 不知 不过小姐看来早有成竹 继续看下去 千叶影金发飘扬 阴若飘絮 我现在对他的兴趣 已不下于逆世天书 老者沉默 许久 低声道 他的剑 气息似有怪异 剑 千叶影金眉稍醋 封神台上 神兵天刃无数 他的剑气息 即为垫底 有何一处 不知 只是莫名感觉怪异 老者目光锁定着云彻 五龟客的神武领域 随时受窗之下 仓促释放 但被云彻两膝击溃 单此一点 云彻便远在五龟客之上 他战后气息仅是烧乱 说明他的真实力 还不止于此 古伯 以你之见 他的极限 可达何种境界 千叶影问道 梦断溪之上 鹿冷川之下 老者缓缓而语 或已接近鹿冷川 老者短短急语 却是精准无比地 探到了云彻的极限 接近鹿冷川 千叶影目光微宁 显然无法相信 若他能弥补兵刃烈士 并有其他奇招的话 或许足以和鹿冷川一战 但要胜 却也绝无可能 若他在败者组遭遇其他对手 皆可胜 若遇鹿冷川 便唯有止步悬神大会 古伯之言字字沙哑而轻妙 如来自天道的裁决之语 武规客重伤昏死 被神武界匆匆带走 而带走武规客的两个神武界长老 看向云彻的目光 不是愤怒和冷燃 而分明是无法退却的金色 魅英 你说得果然没错 水音乐徐徐道 经此一战 他已成这场悬神大会最大焦点 也不是了 水魅英双眸如星钻般璀璨连闪 我也没有想到 他居然会这么厉害 在所有人或呆滞 或惊异的目光之中 云彻离开封神台 却没有回到银雪界作席 而是玉空飞离 冰云公主 我去看看火破云 麻烦帮我带取一下诗轮珠 败者组后面的三场对决 他已无心观看 也基本没有了必要 出了封神台 云彻速度加快 直奔阎神界居所 因火破云在玄神大会大放异彩 阎神界所聚的庭院气氛 一直都是分外热烈 但今日 云彻刚一靠近 便感觉到一片沉闷 火破云虽然气色显虚 但伤势已欲 显然火如烈之前 是在十轮珠中给他疗伤 但比之伤势严重得多的 是他的精神状态 他已坐在庭院 角落一棵粗树之侧 双目正然 如若失魂 周围 火如烈 还有一众金乌宗的长老 弟子 都是满面愁容 看到云彻 火如烈眼睛一亮 连忙冲过来拉住他 小声道 云小子 你来得正好 你来安慰他 或许更好一些 哎 云彻点了点头 来到火破云身侧 察觉到云彻的气息 火破云抬头 无比勉强地笑了一下 云兄弟 抱歉让我看到我的丑态了 你放心 我没事 靠近火破云 云彻明明感觉到了 他身上蒙着一层厚厚的阴郁 像是有一层厚重的灰暗烟雾 牢牢地附在了他的心魂之上 无法散去 云彻蹲下身来 许久 缓声道 破云凶 你可还记得 清晨我对你说过的话 君熙类会因我们的交情 把对我的怨恨 发泄到你的身上 他那一剑 绝不是随手挥出 而是刻意动用了极高层次的剑意 很可能 他一上来就释放了最极限的力量 为的 就是这个结果 是否如此 又有何区别 火破云惨笑一声 他只用了一剑 一剑 我知道自己会败 所以 我准备毫无保留 我要向东神玉 尽情展示金无言的真姿 我以为自己 至少能支撑二十个照面 就算再惨 也至少可以 撑到十个照面 但是 但是 火破云双手攥紧 纸杰发白 已是说不下去 火破云绝非无法接受失败 甚至已完全准备好了败 但 君西泪只用了一剑 便让他一败涂地 那一剑 不但粉碎他的火焰 重创他的身体 还将他的信念和骄傲 完全粉碎 破云凶 云车皱了皱眉 你是不是开始质疑 曾经引以为傲的金乌炎 并不如自己一直认为的那么强大 不远处 火如猎鹰云车的这句话 猛地转身 目光动荡 云车的言语 重击了火破云的灵魂 他垂下头 重重地吸了一口气 我在阎神界而生 我有着远胜他们的火焰天赋 一生伴随着无数的赞誉 我有幸被世尊说为清传弟子 我还得到了金乌神灵的恩赐 赐予了我最极致的金乌血脉 云车 这一切 我深以为傲 从小到大 我一直相信着金乌炎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 而得到了金乌神灵的恩赐后 我更是无比坚信 师尊也曾告诉我 我有着阎神界史上最精纯 最极致的金乌炎力 但是 在君系列面前 却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连他的一剑都挡不住 对自己力量 血脉的深以为傲 在火破云的人生之中 早已渐入信念 让火破云遭受重击的 不是挫败 而是信念的崩塌 君系列他不是一般的人 云车轻声道 他的旋力 毕竟剩你三个小境界 旋力压制 大多数时候 并非是强大旋功可以弥补的 而且 你极少离开阎神界 应该从未和真正的 见到高手交手过 这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火破云摇了摇头 再次抢笑一声 云兄弟 你不必安慰我 我知道我不争气地 陷入了泥沼 不用担心 我只是一时 无法说服自己 给我时间 我会好起来的 我其实从来就没有担心过 云车微笑起来 破云兄 你其实完全不必 自责现在的状态 更不需要为之羞愧 因为我们并不是那些 活了几千几万年 看破无数沧桑的老头子 我们来到这个世上 满打满算 也才二三十年 连世界都根本来不及看清 又怎么会没有迷茫的时候 火破云轻轻抬头 云兄弟 你也曾经 如此吗 当然 云车点头 目光变得幽深 而且不止一次 上一次 就在几年前 那时 我还身处下见 我遇到了一个 我无论如何 都不可能战胜的人 而他还不是如军 吸泪那般的对手 而是死敌 若我不能战胜他 不但我 我的妻子 我的亲人 所有我身边的人 都将陷入最可怕的灾厄 云车所说的 自然是轩辕问天 那段时间 我陷入了极重的阴郁 每日浑浑噩噩 每一丝意念 都灌满着灰暗和绝望 要比现在的你 更加不堪得多 不过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我就成功地脱离了出来 云车一脸轻松地笑着道 我可以 破云凶当然更没问题 而且 对我们而言 这并不是什么坏事 因为每一次摆脱阴影 都会是一次成长 甚至涅槃 如果在我们这个年纪 没有经历过这种迷茫 我反而觉得 会是一种人生的缺失 所以 破云凶真的不必在意 自己现在的状态 也不用急着强行摆脱 倾听和顺从自己的内心就好 火破云目光颤抖 无声间 眉宇间的郁杰 在悄然地舒展 云兄弟 谢谢你 他笑了起来 而这次却不再是抢笑 笑意之下 微陷泪光 这辈子能认识你 真的 太好了 我也一样 云车也笑了起来 不过谢就不必了 我们是朋友吗 嗯 朋友 火破云重重地点头 火如烈定定地看着两人 虽然火破云欲竭还未尽散 但精神状态已有着显眼的改变 他心中的重石也落下大半 对云车又一次生出了无尽的感激 本章完 第1188章 破云气战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火如烈大步向前 大笑着道 云小子说得好 云儿 不要气馁 军西类 那小娘们能赢你 绝对不是金屋炎不如剑倒 除开其他因素 那小娘们的雾光剑 就强得不地道 炎神破魔剑虽强 但着实比不上雾光 要是能得到金屋圣剑 保证打的那小娘们 嗯 火如烈说话之时 云车荒不迭地向他使眼色 郁杰若是那么容易解除 也就不是郁杰了 更何况火破云崩塌的是 支撑了一生的信念 虽然因他的劝导而有所舒缓 但绝对 绝对不可能那么容易释然 而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醉际操之过急 除非有同样 或者更强烈的反向刺激 云车的眼色之下 火如烈乖乖闭嘴 不过 火如烈所说的金屋圣剑是什么 听他的意思 还要胜过军西类的雾光 师尊 为了让弟子成就神灵境 你不惜大损天赋和旋力 弟子却给你丢脸了 火破云溃然道 你是为师这一生最大的骄傲 过去是 现在更是 火如烈看着爱徒 无比坚定地道 破云兄 火宗主刚才提到的金屋圣剑是 听上去肯定是非凡的存在 云车忽然问道 意在分散火破云的心神 火破云抬头 目录向往 当年金屋神灵在世时 曾说过 葬神火域之中 留有着一把 从诸神时代留存至今的金屋圣剑 虽然随着鸿蒙气息的消弭 金屋圣剑的力量 已日益缠入 但在如今的混沌 却依旧是至高之气 只是 阎神界至今 从未有人能碰触其存在 金屋圣剑 也是我今生最高的追求之一 生前若能如愿 万死无憾 若是破云凶的话 绝非无望 云彻笑着道 云彻回到住处时 穆冰云等人也刚好归来 今天的比赛完成了 云彻眉头一动 冰云公主 我明天的对手是谁 明日 只有败者组的比赛 败者组第四轮战 胜者 将植入八强 火破云 穆冰云缓缓道 呃 云彻一饿 经过今日一战 败者组还剩八人 这八人之中 他最不想碰上的 便是火破云与陆冷川 但结果却偏偏是其一 旋律修为 火破云不如五归客 而他最擅长的金乌岩 应该对你威胁很小 所以 就算他综合实力胜过五归客 你要胜他 反而会更加容易 穆冰云道 这不是能不能胜他的问题 云彻道 火破云一生 都以金乌严厉为傲 但今日却被军西类一件挫败 受到极大打击 甚至已经对金乌严厉 是否真的如自己 一直以为的那么强大 产生了动摇 短时间内 应该很难释然 所以 明日之战 他很可能会弃战 尤其在知道 对手术后 穆冰云月没烧动 火破云终究太过年轻 应该也未曾受过如此重挫 会有这种反应 倒也并不稀奇 军西类 也很可能是有意为之 云彻眉头紧起 沉思着什么 你准备 去找火破云聊聊吗 穆冰云问道 短暂犹豫 云彻还是摇了摇头 不了 让破云兄自己来选择吧 如果他选择与我一战 那是最好的结果 我会堂堂正正 不遗余力地战胜他 如果他选择弃战 云彻声音一顿 道 说明他受到的打击 要远比我想象的还大 毕竟 他不仅有着极高的玄道尊严 他原本对金屋炎力的信念有多强 唯有他自己知道 他自有自己的选择 云彻 你现在也不是分心的时候 穆冰云看着云彻的目光 虽然依旧轻柔 但少了几分以往的平和 多了几分 怎么都无法失去的复杂 虽然 我不知道 你现在究竟在想什么 但你今日的表现 已是彻彻底底的惊世骇俗 会有无数的人 想要知道关于你的一切 必须比任何时候都小心 我知道 云彻点头 一夜安静 次日风神台 败者组第四轮战激烈展开 云彻早早到来 但相邻作息 直到第一场交战开始 火破云都没有出现 云彻没有向阎神界询问 安静地等待着 第一场交战 陆冷川轻松战胜对手 晋级八强战 第二轮和第三轮 刚从风神组被打下来的 孟断熙和朝风 也都展现了自己卓绝的实力 战胜对手 晋级八强 第四场 败者组第四轮战第四场 阎神界火破云对战 饮雪界云彻 只一瞬间 全场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所有的目光 如被磁石牢牢吸引 集中在了云彻的身上 东西之上 各大神地的目光 也同时而转 一直在打瞌睡的仓室 天如弹簧一般 搜得直起身体 就连落长生 也绝对没有这样的待遇 云彻起身 却是叹息了一声 因为火破云依旧没有出现 周围 亦没有他的气息 云彻飞身而起 落于封神台上 许久 众人这才发觉 云彻的对手 并没有出现在 阎神界的坐席之上 这时 阎绝海战起 平声道 屈会尊者 阎神弟子火破云 因十轮珠过早用尽 因而昨日重伤未遇 无法参战 阎某在此带弟子火破云气战 云彻 观战习顿起一片虚声 屈会尊者目光一宁 众声道 封神之战 无人可待封神之子的任何决定 阎神界火破云 十五席内速至封神台 否则视为气战 屈会尊者之因声阵四野 但 五席 十席 时间快速流过 最终 直至十五席过 火破云依然没有出现 火破云位置封神台 视为气战 止步悬神大会 云彻胜 入明日败者组第五轮战 观战习神色各异 议论纷纷 或者叹息 祸禄不解 火破云被军西类一箭击败 但那是因为 他面对的是军西类 绝非火破云太弱 相反 这场玄神大会 他已是受到了无数的赞誉和认可 甚至 很大一部分人和慕兵云艺人 都相信着火破云的综合实力 还要在五规客之上 对于他和云彻一战 所有人都抱有着很高的期待 没想到 火破云竟是一站溃 至于言绝海所说 应提早用尽十轮珠 而来不及遇伤 根本无人相信 急受瞩目的黑马 却已如此局面 结束自己的玄神大会 无疑让人叹晚 回到观战席 云彻终于问道 火宗主 破云凶塔 严绝海摇了摇头 只说了一句 并不是你的原因 看来 昨天的劝解 只是起了一时作用啊 云彻在心中一阵低念 说起来 火破云一生 也太顺风顺水了 而这重挫又大的要命 君西类那小娘提 也太狠了点 嗯 说起来 君西类比之火破云 也好不到哪里去 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 每次见到我杀气怒气怨气 都只有曾没有减 恨不能把我生吞活泼了 这些被宠坏的小年轻人啊 云彻叹息着摇了摇头 而这个结果 也意味着 云彻不战而入八强 欲选作弊 首轮气战落败 云彻本是这场玄神大会最大的笑话 要不是视天神帝发神经从中搅使 云彻早被赶出了骤天剑 视天神帝当初所为 一为了恶心东神域 二为了看东神域的笑话 却没想到 云彻竟是一次次惊爆他们的眼球 从最大的笑话 成为了最大的焦点 还在今日 闯入了八强之战 这绝对风神之战 历史上自离奇的剧情 风神之战八强 这是什么概念 意味着 在整个东神域繁如星辰的年轻选者中 排入了前八位 而云彻 又是银雪界出身 也是进入八强战的风神之子中 唯一一个中卫星界出身 一个中卫星界的年轻选者 却是采下了无数上卫星界的年轻奇才 毫无疑问 随着云彻的超级暴冷 明惊东神域 银雪界之名 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 至少在这风神之战期间 银雪界之名 甚至游胜了一众上卫星界 遥远的银雪界 这几天早已是举界欢腾 那可是风神之战 是银雪界 哪怕做梦都不曾奢望能碰触到的层面 而圣羽界和神武界 更是他们只能仰望的超然存在 而云彻不但登上风神台 还大败圣羽界界王之子 横扫神武界界界王之子 如今又植入八强 这太大巨大的惊喜和荣耀 让他们无疑如坠梦境 观战席上 银雪界众人 也已是满脸通红 各个激动的手足无措 洛长生 君西类 水应月 进入八强站的 都是一群早已名震天下 堪称怪物的存在 而他们银雪界的弟子云彻 竟与他们同列其中 但 偏偏云彻自己并未有任何的喜色 因为他的目标可远远不是八强 慕冰云一时目落寒金 看着风神台的上空 向云彻低语道 现在败者组除了你 其他三人是陆冷川 孟断熙 以及朝风 只要不是运气太差 遭遇陆冷川 另外两人虽强 但依你现在的实力 应该都有一战之力 败者组第四轮战结束 观战熙的议论声 刚刚开始平息下去 便忽然又引发了数倍的哗然 风神台光幕之上 显现出了明日的对战榜 风神组第三轮战 第一场 圣羽界 骆长生 对战 遥兴剑阁 君熙类 第二场 流光界 水映月 对战 流光界 水魅音 败者组第五轮战 第一场 飞兴界 孟断熙 对战 声阳圣界 朝风 第二场 复天界 陆冷川 对战 饮雪界 云彻 本章完 第1189章 最强之战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明日的对战榜 狠狠地刺激着 每一个人的心脏 风神组第一场 又是一场神子之战 但和昨日不同 骆长生和君熙类 这是东玉四神子 最强的两神子之战 虽然 无人认为君熙类能战胜 骆长生 但这一战 必将精彩绝伦 至少 君熙类会毫无保留地 向世人展示 这一代建军传人的真姿 风神组第二场 就比较纠结 水魅英和水映月 赫然是一场姐妹之战 这种情形 在风神之战历史上 貌似也还是首次 败者组第一场 孟断熙对战朝风 两者势军力敌 必有一场苦战 谁胜谁败 都不会让人意外 而最后一场对战 却是让银雪界上下 奇奇惊然 穆冰云收回目光 悠悠叹息 偏偏 出现了最差的情况 云彻明日的对手 竟是陆冷川 东玉四神子之一 而东玉四神子 可是东神玉 绝对无敌的超然存在 虽同为年轻一辈 但他们相比他人 却仿佛处在 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而这场风神之战 也无不在权势 证明着这一点 穆冰云看了云彻一眼 见他面色凝重无比 目光烧青 他注意到云彻的双手紧紧握起 隐隐颤动 很显然 面对陆冷川 云彻毫无信心 穆冰云唇半轻动 数次欲言又止 最终还是没有说什么 云彻的真正目的 还有他实力的真正极限 唯有他自己知道 明日一战 他能依仗的 也唯有他自己 看来 这小子也到头了 新神帝道 不 已经足够了 梵天神帝徐徐道 虽然明日他注定落败 但 至少在本王看来 他是我们在这场 玄神大会的最大收获 神节敬拜神灵敬 而且还不是流光之女那般 借助灵魂压制 单单这等资质 若能保持天赋 骤天神境三千年后 这些风神之子 还有谁是他的对手 梵天神帝之语 让众神帝都为之动容 这话倒是没错 是天神帝写嘴道 至少这小子 让本王觉得 没白来一趟 可惜还是嫩了点 要是同龄 那陆冷川 怕是连给这小子提鞋 都不配 比赛结束 人群散去 云彻飞行的速度很慢 一言不发 穆冰云寸步不离地陪在身侧 也没有说话 临近庭院时 云彻忽然停住 冰云公主 我想去散散心 去吧 穆冰云轻轻汗手 看着云彻离去的背影 穆冰云一声忧叹 从默默无闻 旋力垫底 到闯入八强者 鸣动整个东神域 这短短几日 云彻已如梦幻般 站在了东神域一个极高的高度 换作任何其他人 哪怕是一个上位界王之子 能立于封神八强 也是毕生荣耀 与神子交战 任何人都会有必败的觉悟 而败给神子 绝对半点都不丢人 反而亦是一种荣耀 但云彻 他给自己设下了一个 任何人都不敢想象的目标 也给予自己 大到任何人都不可能承受的重压 面对陆冷川 他要的不是战 而是圣 天色缓缓地暗下 时间已尽黄昏 在浩大昼天界 每一缕气息都带着直慎心魂的威严 一而纵然聚集了东神域各界 依旧无比安静 无人敢肆意喧哗 云彻心事重重 不变方向 这时 他的视线之中 忽然出现了两个人影 其中之一 让云彻的身形停了下来 身材高大 双目凝微 气息浑厚如山 赫然是他明日的对手 也是他进入神界之后 最强大的对手 陆冷川 陆冷川也看到了他 脚步也停了下来 哦 这不是大名鼎鼎的 银血界云彻吗 陆冷川的身侧 却是传来一个 极其不善的声音 云彻斜斜了他一眼 很快认出 这人是火破云在 风神之战的第一个对手 与陆冷川同族的陆陈渊 他为何云彻有过任何照面 却是雨中带刺 目光还逐渐带上了阴历 这当然不是没有原因 作为出身复天界的天之骄子 陆陈渊纵然在一众上位星界面前 都有着极强的优越感 至于中位星界和下位星界 和很大一部分 出身上位星界的骄子一样 在他眼中 是彻头彻底的低贱之地 但 他第一场比赛 就被来自中位星界 之前 还大肆比一的火破云 一顿血虐 落入败者组 然后直接一轮游 而火破云 却是一路直上 大放一踩 闯入了十二强 而他 却是沦为了很快被人遗忘的踏脚石 而同样来自中位星界 还和火破云 明显有着很深交情的云彻 更是闯入了八强 明日既有资格对战 他一直身为仰望的陆冷川 所以陆陈渊一见云彻 便心中憋屈度火其燃 音声道 中位星界的剑名 明天遇上冷川哥 你等死吧 云彻 云彻还没发作 陆冷川却是眉头一皱 右臂呼动 狠狠地甩在陆陈渊的脸上 陆陈渊一声惨叫 身体横翻出去 直撞在一颗苍白的异幕之上 这一记耳光极其之重 陆陈渊右脸血红一片 额骨变形 他捂着脸颤颤起身 恍然无措地 看着一脸冰冷的陆冷川 冷川 哥 陈渊 陆冷川看都不看他一眼 脸色微沉 云彻有绝对的资格 做我的对手 在弱者面前 你可以尽情骄纵 但云彻 不是你配侮辱的 滚回去反省 陆陈渊身体一晃 战战兢兢道 冷川哥 我 我错了 我 滚 陆冷川声音陡然加重 是 是 陆陈渊脸色一白 再不敢多说什么 也不敢去看云彻一眼 灰溜溜地离开 云彻 陆冷川向前几步 叹息一声 歉一道 云兄弟 我这足地平日里疏于管教 嚣张跋扈惚惯了 让你看笑话了 不过 相信你也不屑于这一般见识 云彻近距离打量了陆冷川一番 他的眼神虽带微灵 却是一片真诚 陆兄真是个奇人 云彻微笑道 哈哈 陆冷川笑了一笑 在你面前 我可担不起这两个字 坦白说 最初之时 我曾对你甚为鄙夷 更从未想过有一日 你竟会 是我封神台上的对手 我也一样 云彻道 虽然 我不认为你能胜我 但 我也绝不会轻视你 陆冷川目光似箭 灼灼声微 这世上 或许没有任何人有资格轻视你 所以明日 我会全力以赴 不会有半点留守 你要小心了 我亦如此 云彻无比凝重地回答 陆冷川淡淡一笑 缓步离开 纵然立于浩大昼天界 他的身姿 依然透着不可撼动的微然 云彻立于原地 许久之后 他的目光终于紧凝 看来 必须动用金屋檐了 云彻抬起手掌 掌心燃起一团跳动的火焰 目前轰天状态 最多只能持续百息 一旦失去了极限状态 便会立刻落败 再无希望 所以 务必百息之内 击溃陆冷川 否则 以陆冷川的强大 想要在短短百息之内 击败这样一个绳子 这个难度 或者说可能性有多大可想而知 而更可怕的是 陆冷川最强之处 还是防御 也因此 云彻必须要完全舍弃防御 全力报公 才有一线生机 而拥有强大防御和控制力的冰黄风神点 在这种情形下发挥 将极大受限 而必须动用 坟灭之力最强的金屋檐 云彻没有马上回去自己所居庭院 而是来到了阎神界所居之地 找到了火如炼 火宗主 晚辈有件事求你帮忙 今日的观战席 早早地坐满了人 遍布东神域的星辰之碑 也已是聚满了无数的选者 因为今日的第一场对决 便是让人单单想想 都血脉奋章的神子之战 在东域四神子中 洛长生实力最强 陆冷川实力最弱 军西类和水映月 应从未交过手 难便上下 所以 这场洛长生与军西类之战 的确算得上是 东神域年轻一辈最强两人之战 基本等同于提前进行了最终之战 云彻一世早早到来 目光牢牢凝视着风神台 风神组第三轮战第一场 圣羽借洛长安 对战建军传人军西类 军无名 立于观战席外围 白须飘飘 道骨先锋 烈儿 去吧 军无名缓缓地道 你与他同出一辈 他或许会是你一生的最强对手 今日是你和他的第一战 亲近你毕生所学 至于成败 无需在意 是 师尊 弟子定不会让您失望 面对洛长生 军西类却是毫无巨色 月眉似宁剑 双眸更是透着剑一般的凌燃 另一边 圣羽界王洛尚臣 拍了拍洛长生的肩膀 长生 你的舞台远不止于一个封神之战 击败君息累 你便已提前登顶封神之战 长生 既得为师的话 哪怕有十分的把握 也不可小失任何一个对手 圣羽界王身侧 是一个一身轻衣 长发披肩 风华照人的年轻女子 她声音轻柔 目光亦满是宠溺 君无名是剑道之君 为师要胜她也绝不容易 她择选的传人 必为天选奇才 女子看上去不过二三十岁 气质似水如风 清雅中带着几分柔弱 但她的名字 却足以金颤神界任何一方天地 洛姑邪 她是圣羽界王洛尚臣的妹妹 是洛长生的姑姑 亦是她的师父 同时 还是东神域王界之下第一人 她的存在 让圣羽界的最强心界之名 无可撼动 洛长生起身 深深一拜 爹 师尊 孩儿谨尊教诲 去吧 洛姑邪微微一笑 清秀微服 一股清风将洛长生带起 轻飘飘地落在风神台上 与君息泪摇摇相对 洛长生无论何时 都是目光平和 波澜不惊 明明才半个甲子之灵 却像是已经看破了百事沧桑 而君息泪 却是面若寒霜 尤其一双明眸 锋利地让人不敢直视 开战 屈会尊者一声令下 满场肃然 君姑娘 尊师之箭 应该颇为沉重 会成为负累 还是取下为好 洛长生没有马上进入交战状态 而是善意地提醒到 无论何时见到君息泪 他的后背 永远负着不会出窍的无名剑 此刻面对洛长生 竟是依然没有取下 关你何事 君息泪冷冷而对 忽然一声清明 雾光出窍 刹那闪过的流光剑影 让天地都为之一案 好 洛长生微笑汗手 请赐教 洛长生双手张开 圣雷剑与神风月 同时陷于手中 明明不见风雷 但所有人的心魂之中 却是想过一瞬震魂的风啸雷鸣 本章完 第一千一百九十章 混沌唯一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是 雾光剑身轻荡 却是带起刺耳无比的空间切刺声 一道无形剑气 横切数百里空间 三百里风神台上 赫然印上了一道笔直的长长剑痕 要在风神台上 留下一道浅薄的痕迹 其难度 还要远胜一剑断裂万重山月 观战席上 众人身体全都不受控制的一颤 悚然心惊 这是君熙类真正释放剑意剑气的第一个刹那 明明相距很远 还有结界相隔 却是让他们背脊发寒 仿佛那道银白的剑光 此时就无情地抵在他们的脊梁之上 洛长生身体未动 衣媚却是瞬间巨荡 脸上的淡然 也终于化为凝重 这也是他 第一次在这封神台上露出如此神色 刹那的静止 然后 君熙类忽然消失 身影和剑影 就如没入了空间夹缝 同时消失的无影无踪 而在让人根本来不及反应的下一个刹那 一股磅礴如天的剑意无声附下 直斥风神台的每一个角落 雾光剑芒如一道骤闪的暗夜流星 直刺落长生 观战席上 无数年轻选者 包括那些成为天选之子的东神玉天之骄子 无不是骇然失色 因为他们完全无法看清 这道剑芒从何 而初 而当剑芒在瞳孔中闪现的那一刻 他们感觉到的 唯有惊恐和绝望 洛长生目若寒心 随着一声沉闷的暴鸣 他见月齐出 风雷齐鸣 巨风与轰雷翻卷相容 直迎剑芒 擦 剑气与风雷隔空相撞 未真正碰触 剑意和风雷便已同时爆发 一时间剑气呼啸 风雷诈鸣 剑气撕裂着风雷 风雷催裂着剑芒 风神台如遭天灾将士 风云变色 君熙泪和洛长生的目光 穿过剑气风雷摇摇相撞 亦如历剑般冷冽 亦如寒金般凛然 这是两人第一个照面的交锋 却是惊骇的无数人瞠目结舌 各大界王意识剧烈动容 平整如玉 在很多人认知中不可能被年轻一辈破坏分毫的风神台 快速蔓延起无数如猪网般的戏痕 砰 一声轰响 灾难风暴炸裂 两人远远飞开 君熙泪的倩影在空中轻盈一旋 手中雾光便再次失去踪影 无 星 剑 玉 光线忽然暗了下来 所有的声音也忽然消逝 众人的眼前莫名一花 呈现出一个如梦幻般的浩瀚星空 风神台的空间变得一片灰暗 光芒似被无情吞噬 而这昏暗之中 却点缀着无数琢磨的星辰 君熙泪全身如赴月芒 立于星辰之中 如万星捧赢的天阙月神 神圣威灵 而洛长生被万星所向 全身灰暗 在这个忽然张开的世界 显得格外卑微 这 这是 无心剑狱 刘光界王沉生道 传说当年君无名 在神王晋后期 方才领悟着无心剑狱 圣羽界王落上沉惊叹道 他的传人 竟在神灵境便已悟成 绝不是悟成这么简单 洛姑邪轻语道 而是一可完整驾驭 历代剑君从无女子 难怪君无名苦勋多年 竟则以女子为传人 洛姑邪看向君系列的目光 已是稍变 看来 我居然小试了她 长生怕是不得不出权力了 无心剑狱之下 洛长生的脸色已是无比凝重 他的身上雷光浮动 刺耳丝鸣 而一双铜眸 却是逐渐染上了深邃的翠绿色 越来越浓郁的神灵气息 浮动在被剑狱笼罩的空间 在所有人的屏息注目中 一丝气息被轻轻牵动 煞时 所有星辰化作最恐怖的剑盲 如天浅之光 向洛长生暴射而下 君系列一声化流影 直逼洛长生 哼 洛长生大吼一声 身上所释放的神兮 在这一刻 亦浓烈到极致 一声长鸣笑空 他的身前和身后 同时浮现出两道神影 前为巨鹰 后为巨雄 巨鹰长鸣 席卷起遮天风暴 重吹剑盲 亦将军膝泪远远逼开 穿刺而至的剑盲 被重重黄光牢牢阻拦 尚未临近 便已崩灭 在无心领域 万物皆为剑 每一缕空气皆为剑气 剑盲纵被绞碎崩灭 下一瞬 却会有更多的剑盲穿空而出 仿佛无穷无尽 这是一种超越神灵境层面 甚至撕裂无数年轻选者认知的力量 而这样的力量 纳如繁星般的剑气 却被骆长生层层封阻 未有一瞬近身 不仅仅年轻选者全部看呆 年长者 亦无不是浮现着久久不散的金融 前日军吸泪 一瞬败火破云 骆长生风雷 撕裂陆冷川的黄龙圣剑 无不是惊艳全场 但这一幕之震战 胜过这届风神之战先前的所有 这 这真的是 年轻一辈的力量 一个夏威界王被惊得几乎魂不附体 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何止年轻一辈 两人的年龄 都只看半个甲子而已 另一人吸着冷气道 怪不得 他们会被称为神子 不愧是剑军传人 不愧是长生公子 呼 哄 哄 军西类双目已看不到瞳孔的存在 在无心剑狱之中 他亦进入了无心之境 意念中除了剑意 再无其他 那无尽的流光剑影 每一个瞬间 都在惊颤着无数的灵魂 如果是我 他是早已死了几百次 一个年轻选者 双目狮神 南南低语 而他 赫然是同入风神八强的孟断西 在东神域年轻一辈 堪称仅次于东域四神子的存在 渐如天光 飓风亦越来越狂暴 这时 一声惊天汗地的四名声中 随着洛长生瞳孔中 一光骤闪 身前的巨鹰之影 与身后的巨熊之影 忽然炸裂 轰隆 所有的剑盲被狠狠震散 然后变得混乱起来 无心剑狱之中 一道诡异的裂痕 忽然从中裂开 随之 完全崩散 军西类双目恢复焦距 全身巨震 乍散的玄气风暴中 两人同时横飞出去 停住之时 已是相隔百里之距 军西类浮于空中 身体微晃 脸色出现刹那的惨白 显然受了内伤 却是无比倔强的强行压下 洛长生同样浮于空中 微微气喘 一阵清风吹至 他的左秀忽然化作漫天碎片 一缕缕血迹 从他手臂滑下 距与指尖 滴滴凌落 脸上亦不知何时 裂开了一道血淋淋的血沟 观战袭鸦雀无声 洛长生伸出右手 轻轻抚过脸上 那道深深的血痕 一抹血珠 被他小心地捏于指尖 看着指尖的烟红 他一声悠悠叹息 已经很久 没有见过自己的血了 神风月被他收起 手中只欲一把圣雷剑 这时 他忽然微笑起来 缓缓抬剑 指向君息泪 不愧是剑军传人 那长生 便一见相会 嗡 一声沉闷之急的暴鸣声 不知在何处响起 宛若来自万里之外的雷鸣 洛长生身上 原本就惊人绝伦的气息 在这一刻忽然暴涨 一股无形气浪 席卷整个风神台 君息泪身上的凌然间隙 如被覆没于沧海 骤捡数倍 啊 这这这 刚才 居然还不是洛长生的权力 神灵境巅峰的巅峰 不 比起老朽当年的神灵境极致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这股灵压 根本已堪比神王境 以前一直感觉 关于长生公子的传闻过于夸大 没想到 竟还要远胜传闻 东神域这一代 简直不可估量 被君息泪剑窗 骆长生终于释放权力 他的眼神 气场 完全地变了 所有人的目光 如被不可抗拒的磁石吸引 牢牢集中于他的身上 从这一刻开始 他仿佛成为了整个天地的中心 君息泪长发飞舞 白衣飘荡 如立于风暴之中 一双明眸如欠万剑 更加地冰寒射心 手中虽指着一把圣雷剑 但骆长生气势之恐怖 要远胜方才 他缓缓举剑 剑间止空之时 一道雷光从苍穹披下 赋于剑身 并伴随着一道隐隐的狼笑 风鹰 颜雄 雷狼 不但风雷土三修 居然还身间三种神血传承 是天神地目占一光 这小子 也着实是个怪胎 三修为人之极限 同间三种神力传承 亦是人之极限 无论前者还是后者 都罕见之极 而两种极限同聚一身 龙皇目光烧宁 不要说你们东神域 纵观整个神界历史 加起来也不会超过二十人 而且随着鸿蒙气息 越来越稀薄 这等天赐一体的人 只会越来越少 目前整个神界 乃至整个混沌 应该就只有落长生一人 你们东神域这一代 必将异常瞩目 龙皇无比认真的道 这代年轻人的确一才辈出 但 却总给我一种 应结而生的感觉 骤天神帝道 龙皇 呵呵 骤天神帝微笑摇头 但愿一切 都只是我岂人忧天 落长生气势陡增 君系列的冷谋 却是毫无动荡 雾光渐起 虚化满月 周围的气息随剑而动 一个无形剑欲无声而成 煞时剑气乱空 来自落长生的威压 和澎湃气息 被快速撕裂 他长发扶空掠起 目占剑芒 无尽剑威 竟硬生生斥开 落长生暴涨的威压 重临风神台 这一次 落长生先动 圣雷剑一剑荡空 一道紫雷剑芒 咒射而出 竟化作一条千丈雷龙 神威精士 君系列身影一闪 百里空间瞬息拉近 一道明光 在剑身凝聚 只要的众人目若挣扎 最 星 绝 明光骤闪 一瞬刺空 他的后方 留下的却是漆黑的诡计 那是空间被刺裂 本章完 寻致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我试试 你 绝结 闪 所以 你们 试匕